今天當我們在說 宋楚瑜會不會當隔魁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先問說 是當馬英九的隔魁 還是當蔡英文的隔魁 當誰的隔魁可能性比較大 那如果這兩個選項讓我選一個 那我會認為 他當蔡英文的隔魁 還比當馬英九的隔魁的希望大一點 重點就是說 馬英九不會用宋楚瑜當隔魁的啦 即使八八風災之後 他的最親信的朋友 劉兆玄離開行政院長 他再擺上來的是吳敦義嘛 那個時候難道沒有人提到 這種宋楚瑜嗎 也是很多人提啊 八八風災之後 大家都說那我就宋楚瑜嘛 這種智山防洪 這種宋楚瑜最擅闖的 是啊 那就宋楚瑜 會嗎 不會 要用 早就用了 那換句話說 在當時都沒有用 今天就更不會用 而今天再談隔魁這件事情 就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其實對宋先生來講 是一種的羞辱 眼前這種時候 還就在談什麼隔魁不隔魁的 如果宋楚瑜今天已經 已經走到這個位置 如果還會對隔魁這個位置 多瞄一眼 那我覺得宋楚瑜也不成氣候 基本上到這個時候的時候 根本就不用去談隔魁的問題 但是宋在接受你們訪問 談了那段話的時候 他的背後是一個憲政體制的思考 是當下我們的憲法制度 到底是總統制還內閣制 其實是沒有 是沒有一個明確定論的 過去我們在討論 雙手黨制的精神的時候 是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就是 如果總統跟國會的多數黨 是同一個政黨 那就是偏總統制 但是宋楚瑜只是提一個假設說 如果這次的選舉 你馬上就當選了 總統是你的 可是國會你失去了多數的位置 他就可能偏向內閣制 你基於整個政治運作的安定 你就應該要思考 你要不要提一個 雖然沒有隔魁同意權 但是你必須要讓立法院的多數 能夠接受的一個人擔任隔魁 這樣子的一個政局才會安定 這部分的思考 我覺得是可以參考的 雖然眼前的選舉還沒有到 選完了之後再來認真討論 還在一起 好 那其實除了你說 宋楚瑜先生這個問題 待會兒劉委員可以大概稍微 回應這一段 可是我就講選舉的過程 一定很辛苦 當然 所以吳院長會哭 馬總統也會哽咽 就是參加的是明明是 駐外使節的一個會議 講一講 會悲從中來 對 會悲從中來 也會哽咽 各位 你會不會覺得 真的選戰很辛苦 選戰很辛苦 好 對不對 一定很辛苦 所以大家都會用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民眾看到的 一定多多少少會有一些人 會感受到那個氣氛的炫暖 不太辛苦 說實在這簡直是要命的 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不太了解 吳敦英的哭 就如同這個淮宣說 哭點在哪裡 那是網友說的 網友說的 是是 大家都不敢負責任 那我又不曉得 他們把總統今天哭 哭點在哪裡 我真的不曉得 是說 袁建生沒有回來 他哭了 最重要的一個外交官沒回來 這個外交實驗會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台灣最重要 跟誰打外交關係 就跟老美嘛 結果這個駐美代表沒有回來 這個回台你想說 袁建生沒有回來 我哭了 因為一看到那個美國 這兩個字就想到袁建生嘛 是不是這個點我不曉得 我先講一個背景 他那應該是 他說他去讀那個 英美法的時候 因為英美法有很多的案例的東西 他大概是讀到 當時你知道 當時我們是有很多 就是說國外的租地 譬如美租地 英租地很多這些 他是講說他讀到有一個講說 美國駐華法院 你想想看 美國怎麼會有駐華法院 法院是一個國家法權的象徵 他可能是讀到那個覺得 我們的主權從當初 清末一直到後來一路過來 他覺得要收回這些 真的很不容易 之外放全 對 他就哽咽 就這樣 那他應該每天哭了 因為這是歷史嘛 歷史已經存在了怎麼辦 改變不了嘛 所以我覺得哭點不對 這對馬英九先生 我不要再批評 因為不好意思 批評那麼多年了 那我想說我看了 我看了香榮以後 我都在想 香榮真的是 對宋楚瑜真的很了解 現在講隔魁對他是個侮辱 而且當時講的背景 不是為說我來當隔魁 不是 民進黨的部分更不可能 因為他在節目講說 第一個要公開 第二個我跟你講 民進黨 我跟你啊 是國家認同不同 兩岸主張不同 那就沒責了嘛 而且是選完以後的事情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讓隔魁 有權也要有責 讓我們總統有權也要有責 目的在這裡 那我不談 剛才有三個問題先講一下 那個隔魁談的時間是有時空背景 我已經解釋了 第二個就是說 民調的部分 宋先生到現在為止 或者親民黨到現在為止 從來沒有主張說 跟馬英九做民調 沒有 現在做民調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這也是我佩服香榮的 不可對宋楚瑜的了解 就是我不佩服姚立民的地方 等一下他又反模擬 其實那個算命 我也很佩服 這個蕭龍很了解馬英九 不說說 那衛生哥 衛生哥很佩服 這個算命 請問算命有罪嗎 請問在座各位 隨便算過命 對不對 我沒算過命 我也沒算過命 算命有沒有罪 是說謊才有罪 可是對不起 吳奎的這個算命說 他是說給馬英九聽的 因為他們突然媒體說什麼 他老婆說他有皇帝命 這嚇得了 這不是讓他馬英九做起難安了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要說給馬英九聽 這馬英九一定會聽得下去 說你看有了 吳奎公開講了 他從來沒算過命 他從此就相信吳奎了 所以我說台灣是很悲哀的事情 算命有什麼不對的 你一定要說你沒算過命 結果人家第二天的爆料 這個東西沒有誠信 說話騙人的事情 政治人物說話不算話 不是新聞 大姐 我想你說的 我覺得你說的對 就像馬英九說 不選市長一百多次 他還是選市長 有人退出政壇 有人說退出這樣 沒有 退出台灣政治 台灣政治 我很明確的講 因為那天我在電視前面 看了以後覺得 覺得說台灣政治是 代表指什麼 我也考不清楚 後來就發現他沒有離開過 OK 楊老師 這個 愛哭就別愛哭鬼 愛哭的人在簡單的說 就是無能嘛 軟弱 你說不願意講 你講得好重 對啊 就是軟弱的人 才愛哭嘛 所以這一方面就是說 我就不想 我看到他哭 我就心裡 因為又不是國家大事 所以這一方面 自己人情緒都控制不住 非常非常 在國家領導能力上來講 那這一點當然 他已經是這樣子的人 改也能得改 可是剛才提到那一部分 我倒想揭湘龍講的話 就是馬英九因為自己 我如果記性沒錯 他當著我面也講過的 講了三次 台灣的憲政體制是換鬼制 他一定不會像陳水扁一樣 堅持少數總統 是 也就是他國會如果喪失多數 他會去提名 有國會支持的行政院長 那這種情況 這次大選非常有可能 這是考驗他的誠信 因為對憲政體制的尊重 因為憲法的確 陳水扁那個時候是靠手段 靠資源 度過那個執政期間 那我們的憲政體制本來就是這樣 行政院長不可以按照憲法 他必須要有國會的多數支持 所以應該提名 如果國民黨淪為少數 所以馬英九當選了 他自己認為他應該做虛偽元首 這一點做得到做不到 這個時候國民黨的 整體的內部會如何的變化 這當然我們要等選完以後再觀察